另外蔡英文和丹明文联合金三众部的日前 也在北三的那大医力的大部乡成立厚完会 经过的观点 中华官和委丹明文当年的写经济济合金营 全乡的五名参党和称名的乡民代表都到现场 这会来表达全力支持蔡英文和丹明文 来 丹明文 丹明文 丹明大部乡后会会典的代表会主习五中林基督 大部乡隆因为风在乡海 因为丹明文出面的行为都没有创业 中央才同意提供资产品的帮助 另外新年就是丹明文向经济报告通报警署 才提到七千多万的经济经费 转动大部观光起飞 让我们骑人桥最早可以点亮台湾 照亮价义 让我们大部外公的党 换换换 五中林坚掉 过去大部因为派黑的观告 老是很多主管 让他们要听到人 这次的灾海 把我们整出到几千万 让这些农民在灾海的保障 可以来改善 让这些农民都非常感谢 而且委员和中央跟我们大部乡 有很多重大建设 像我们的青春桥 这些有7千万 我们的罗云区 还有很多 像我们去的家人物局 所以相对到很多这些发令 农民所做事的这些完隆 这些委屈这些不公平 都把我们处理得非常好 为完隆在把我们关心 所以说这次大部乡空情 可以说几十年来不出现的就是说 所有超突派的 所有的传统代表 都从立庭 我们的蔡文文总统 跟我们的陈明文委员 但明文这次大部请求一座 比人放下期的三次 他思考如何协助大部提供观光 经过世界的协商 交通保险经济部 南区主管教性都提搬经费 另外水口就必须 他自来自用水的问题 也在立专案办理当中 我想我们吃水 是我们人最必须的 水的问题没有给我们改决 这是政府对不起我们人民的 所以我这些部分 我相信我们电影的方式 是终于有感受到 也没有用心 有为的政府 就是要有心看到这个平衡地区 来帮助他做 不是提供五分之四的面积的水分 给台南人喝 结果我们自己没有水喝还陷阱 所以在这样长期以来 不公平的对待 现在就是我们的蔡英文 主席要选总统的政见 讲的公平正义就是这个 让社会在我们大部 开了很多票的 丹英文的国务 从23个月做议员 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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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新议员 他的经历非常豐富 真的是最好的领算 我相信说 我们这次大部 鄉親是大 过去大部都拿大以理 每次立宿的在这些选举 票都拿不太多 但是这次我真有信心 看鄉親是大 这次立宿的已经会大以来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这一次我们有信心 在这一次的总统立委的大选 民营兰在大武厢一定会全胜 去年五月一三季 电话关收出的大部 区拿下超过半数的三票 立场英文丹明文 大部区后院会成立 包括全香港五名成长 七名下面代表 用高定表的支持的立党 设计的表 拿下八成的三票 谢谢孔雅宏 嘉义官 彩虹不得 再见 再见